大家好,我是Denis 挺 fries,我いただ Mehr 背景筆調 Hi,我叫Denis 一個宜居帶來台北生活了大半年的香港人 為了實踐我的第二人生的夢想 一收到台灣公司的訂望 我就馬上辭工作 把自己的所有東西放在台北上 一個人飛到台北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我很瘋 問我到底有多喜歡台灣 可以說走就走 想也不用想 可能以前來台灣留任的時候 覺得這裡很有親切感 每年都會來兩三次 就好像當了這裡是第二個家 所以大半年前 有公司幫我申請Working Visa 我就決心過來做一個台灣居民 體驗一下在台灣生活的滋味 作為一個初來報到的台灣居民 租屋、申請銀行戶口和電話號碼 都會被問到有沒有相證 所以我入境後 最心急要處理的就是 搞定將居留證 而我今天再來移民署 就是處理離職後的換證流程 是的 你沒聽錯 還要是過年前離職 對於離職的內情 找人再和大家順口 說回居留證 申請後十個工作日 就可以拿回居留證 拿證就很簡單 連籌也不用拿 在大門口的服務台 給我夠證就可以完成 這大半年 因為我是受僱者的身份 所以比起很多移居台灣的朋友 提早183天拿到劍勞卡 但同時因為我是一個未住滿183日的外國人 每個月的收入都會被公司代購18%入食術 所以回憶起來 其實制度都算公平 而一個外國人用國外民意去逐保 是需要掛在區公所 所以我今天拿了一個新的居留證 來到健保署的城堡 更新資料就可以繼續反用 全球醫療照護指數 排名第一的醫療福利 值得一提的是我今天去的兩個部門 職員都很熱心幫我這個新手 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人情味 這條影片才來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我 我親身體會到的台北男子圖鑑 既然都看到這裡 不差再訂閱購買 如果想問我離職的內情 也可以留言 那當然你的Like和Share都很重要 Kaiser Wilhelm K 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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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